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終於要幫小六仔換上Takeaway 他們最新推出的無線充電的這個黑準手機架了 小六仔在購車之初 其實車上就已經有安裝5P的USB的線頭 在使用的這幾年下來 其實車上有一條這種充電線傳輸線 雖然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在外觀上面來講 在美觀上面來說 就是不是這麼的好看 因此這一次我要來安裝上黑準的無線充電手機架 來試用看看看到底好不好用 另外這一次影片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DIY來安裝這一組無線充電手機架 那現在呢我們就馬上來開始吧 OK那現在呢我們首先一樣 先把後座的座墊給打開 接著呢拿出5號的套筒 劈桿或是內六角都可以 我們就是把這個5號的內六角螺絲給轉開來 打開座墊之後呢 接著我們要踩兩邊的側板 那有些車友可能會偷懶 就是側板不拆用波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呢 是習慣把它全部都拆掉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這一顆內六角螺絲 一樣是5號的 拆下之後呢 就可以把側板給拔下來了 那拔側板的時候呢 要注意的就是它後面有幾個子母扣 有三個子母扣跟一個塑膠扣 然後呢在後面這邊啊 它有一個就是 在後面這邊要跟後尾殼在接的地方 還有這個扣點 大家在拔的時候要小心 裝回去的時候也是要注意一下 那左右邊都是一樣的拆法 把左右兩邊的側板都拆掉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是要拆鎖頭 蓋這邊 我們先把上面的這兩顆內六角給轉開 一樣是5號的 650R的這個螺絲設計啊 非常的人性 基本上多數螺絲都是5號內六角 你就可以拆下來了 那在這邊呢 拆法上就是要有點技巧 首先把這兩邊都先拔起來 後面尾端這邊先把它拔起來 它是子母扣固定的 接著在前面這邊 稍微往前 把它帶起來 它這邊呢是有倒勾的 大家在拆的時候就小心 它在油箱前端這邊 有個倒勾 不要把它勾壞掉 勾斷掉了 它拆要有個技巧在 稍微把它往前帶就可以了 如果第一次拆不熟悉的話 就是花點耐心 慢慢拆不要急 接著呢 它在這一邊會有一個塑膠扣 我們就是一樣把它壓下去 如果你的手指頭 太粗壓不進去的話 就是拿個 煎霧 像是筆啊 或是說十字起子 壓一下就可以了 塑膠扣拆起來之後呢 這邊就會有油箱的固定螺絲了 那這個油箱固定螺絲呢 它原廠是用外六角 但是後來我一樣把它改成不鏽鋼的 就是白鐵的五號內六角 方便我後續的拆卸 所以這邊呢 我就直接把它拆卸下來 那拆油箱的時候呢 其實有個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用左手 稍微把油箱往上提著 這樣子呢 你在鬆開螺絲的時候 會比較好拔出來 另外就是你在拆卸的時候 如果油箱你一直就是用力 往下腰一邊這樣子拆的話呢 螺絲是有可能會彎掉的 因為它裡面固定的螺絲 大概就這麼粗而已 之前呢 我的原廠螺絲就是因為 拆卸的這個提的動作 不確實 造成這個螺絲久了之後 它有變形 那後來換成這種白鐵的強度比較好 而且它的整個耐用性也比較好 也比較好拆卸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有拆的話 也可以去螺絲上配一下 這種白鐵內六角 會比較好用 螺絲都拆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把梯桿拿出來 上面包一塊布保護一下 那把油箱整個掀起來 並且把梯桿放進去 固定住油箱 那這一次呢 我們不管是要從保險絲接電 還是要從全配接頭接電呢 就已經完全的可以暴露完畢了 現在呢我們就準備來接線 這一次裝Techaway的這個 無線充電手機架呢 我打算是從選配接頭這邊來接電 因為之前在購買天蠍座紀錄器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有裝這個 原廠選配接頭的分接頭 它可以分接出三個電器用品 好那麼在找到全配接頭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準備來接線 那麼Techaway它原廠附的這個頭啊 它是這一種母頭的 但是呢全配接頭這邊也是母的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公接頭 或是說大家可以就是直接偷懶一點 那線前先把這個頭啊先給剪掉 那剪掉之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線啊 稍微先撥線一下 如果大家撥線完之後呢 你沒有接頭的話 就是把這個正極對正極 負極對負極插進去 然後固定好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辦法 那如果說你想要做得漂亮一點 做得好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跟我一樣去電子材料行 買這個跟選配接頭對應的 規格的這個接頭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接頭其實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我就是直接拿這個接頭去 電子材料行跟它講說我要這種接頭 它就是配給我了 然後它也順便配給我這個 它的一個端子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給接上去 那麼端子接好之後呢 我們就是先合一下 然後確定正電跟負電的位置 不然的話到時候你如果正電負電啊 兩邊接反就非常的好笑了 就要整個重新來過 好的剛剛呢 我原本是想從空域前面這邊走線了 但是因為這邊好像會有東西擋住 所以說我就是一樣跟霧燈的接法 從這邊把線給接下來 但是從這邊接線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線接得好看的話 整流到這上面的這三顆螺絲啊 一二三 你就要先把它稍微拆下來 讓你的線呢 會走得比較漂亮一點點 那把螺絲放鬆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殼往外 腰開一點點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把線 沿著這裡面塞進去 好 那麼在線路的位置決定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接頭啊 我們先來找一下 要從哪邊固定會比較好 會固定比較漂亮 那我們就是大概找一下 我是預計要裝在左邊把手這一邊 所以說我就是把它給 拿束帶固定在這個位置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把螺絲給裝回去 開始把車子做一個附裝的動作 歷經了千辛萬苦之後呢 我終於把這組黑準的無線充電手機架 給安裝上車了 那現在呢 先裝到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馬上來去上路試用看看吧 好 現在呢我們準備來測試一下 這個黑準 無線充電手機架 它的一個 充電的效率到底怎麼樣 現在 電池的電量是在 75%左右 那我們先把 電門打開 OK 它開始在充電了 等一下呢我會把音樂還有導航都打開 然後 騎乘一段路看它的充電的成果怎麼樣 好 好了 經過大概20分鐘的充電跟騎乘呢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電量還有84% 它充了大概快10%左右 所以大概 每10分鐘呢 可以充5%點 那我這支是iPhone 12 Pro 剛來的路上呢 我有聽音樂 也有開導航 然後也沒有特別的省電 就是給它自己去判斷螢幕的亮度 那也沒有特別的去開什麼省電模式 WiFi啊 通訊 藍牙全都是有打開的 以現在這個氣溫來講 我覺得這樣的表現 算是還蠻OK的 就算是一個 衝得還蠻不錯順暢的一個速度 那如果是夏天的話呢 因為現在天氣變涼了 我也沒辦法測試 到時候 有後面天氣熱的狀況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好了 那麼在經過這一陣子的一個使用之後呢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款 Techaway的黑準無線充電手機架 在60R上面服役我的一個心得改想 首先就安裝面上面來講 一開始安裝呢 我是使用Techaway的H1夾具 來做一個安裝 但是呢 在安裝的時候我就發現 非常的卡關 一個就是 可以夾持的位置不多 再來就是夾持上去之後呢 你的位置如果沒有閃好的話 可能會碰到三角台的漆 那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當今天你把這個夾具夾上去之後 你的無線充電手機架 還是無法完全的上車 因為呢 它的這個整流器 會跟60R的封鏡的這個位置 做一個干涉 所以最後呢 我就是把它移到 右邊這邊來 而且很土包在這邊 用這個子母扣來做一個固定點 讓這個整流器呢 可以從左邊移至右邊 那麼在這邊呢 後來我有去跟 Techaway他們訂購了這個 LA2的球型支架 這個也是初代黑準 許多車友在用的一個支架的形式 用了這個LA2的支架之後呢 完全的迎刃而解前面的所有問題 不但可以沿用 650R原本的這個後視鏡座 它的這個角度的調整性也變得比較好 而且呢 完全不會干涉 所以說你是 650R要使用的朋友們呢 我是建議你 就是直接買LA2的這個支架來用 那如果說你是有很多車款 要互相換來換去來做使用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H1跟LA2 都一起做購買使用 好那接著呢 我們來講到這個產品 首先呢 就它的整個充電效率而言 我個人認為算不錯的 因為 以我自己這一陣子的使用下來呢 把導航打開 音樂也打開的情況之下 網路藍牙都有接受的情況之下呢 它10分鐘大概還可以充10%的電量 所以我覺得它的整個充電效率啊 算是還不錯的 那在過熱的部分呢 因為現在外面是寒流是冬天 所以其實我講不會過熱 這個應該可信度也還蠻不高的 等到夏天之後呢 應該就會見真張 但是就多數網友他們的一個經驗跟回饋來講呢 無線充電的這個機子啊 本身就是會造成手機的溫度升高 所以說你的手機如果在夏天使用 本來就很容易熱當的話 這種充電方式就是你要去斟酌跟考量的 你也可以換回原本的手機架 然後用一般的有線來充電 那這個無線充電手機架用到現在我發現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它依然具有磁幅的功能 所以說對於手機的這個晃動啊 共振它依然是有保護效果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它的這個固定機制啊 依然是很黑准 而且呢你從其他黑准系列的產品換上來 根本不用重新適應 它的固定的方式還有它的這個腳夾的位置 還有它底下這個海綿墊 全部都跟原本的黑准產品是一樣的設計 那只是形狀上面造型上面可能有一些些不同 那在這一陣子的使用下我覺得有幾個點 我覺得是下一次產品可以改進的 第一個點就是整流器的位置 這個整流器呢放在這邊不是說不行 但是呢就外觀上面來講它可能就是凸一塊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我會安裝遇到的問題 你在左右邊的時候呢 它可能就沒辦法讓你有這麼多彈性了 下次我希望啊就算整流器要做在上面 也希望他們可以預留空間讓車主可以自由的替換說 我要裝在左邊還是裝在右邊 否則的話像650啊這一次遇到的這個問題 就是整流器在右邊不會干涉 但是在左邊呢它就會干涉到它的這個封徑的位置 這樣呢在安裝上面彈性會比較大一點點 讓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整流器要左邊還是右邊固定 再來就是整流器能夠消失當然是最好 那還有幾個不錯的地方我覺得就是 在這一次他們的這個設計啊 雖然它是有無線充電的裝置 但是手機架整體的重量 並不會讓原有的這個夾具造成負擔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是本來就用黑准系列的產品 你不管是用H1還是用這個LA2夾具 你要換上來無線充電手機架呢 你都不用擔心因為它這個產品重量變重 而導致原有的夾具會夾持不住的問題 你直接去買手機架就可以獲得一個很好的夾持性 它依然是相當穩固的 它所造成的重量呢並沒有重到所原本的夾持 夾具會負擔不住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不錯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的這個接點位置 像今天呢為了拍攝影片我把它從車上拆下來 大概只花了我兩分鐘吧 反正就是把它的球形做轉開 然後電一把就可以帶走了 對於許多車子停外面或是停出租車位的朋友們呢 擔心這個手機架被偷的話 這樣的一個快速拆卸設計啊 真的是非常的實用而且也非常方便 對日後要維修要保固等等的話呢 也非常好拆卸 你就不用大費周章再把車上的這些電源線啊線路 全部都拆掉然後再裝一次非常的麻煩 這樣快拆設計呢 對於日常使用或是後續的維護保養來講 都是一個大大加分的設計 那整體來講呢 這一次的這個黑準的無線充電手機架 我個人用起來是覺得相當的好用 而且對於你不想要車上有這麼多線路線材 曝露在外面的朋友們來講呢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開箱影片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